大家好 莎姐 之前有個網友問我 你經常追蹤華記 你是不是什麼什麼 不是 因為她多玩 我想她是在很多KYL中 最積極去推動社會活動的人 我只是想說 看看可不可以讓大家知道更多 因為她好像說去派口罩 我只想大家多些參與 看看從而可不可以把遊離派 拉回來我們陣營 為了9月這個立法會打這場仗 所以大家就不要誤會 其實我心目中的理想 是星島總編輯的那一隻 梁建峰那一隻 其實我心目中的理想是這一隻 當然啦 理想和現實是兩回事 還有如果是梁建峰 我不知道他結束了沒有 如果我是梁建峰的話 會不會自己這麼有文化 會不會喜歡一個這麼有文化的女子 又是另一件事啦 所以這個理想就是 真的只有一個想字 另外我也看到 華記現在開了一個電視台 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視頻那些 類似傳媒那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訂閱的 你可以當一個像別人MiuTV 你當多一個頻道 或者看的電視 因為我自己覺得 那次沖先生也說得不錯 沖先生說了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黃之鋒和何彤 他給10萬個口罩出來 還要不停的扣錢呢 大家是當他神地擺 不是啊 是Simon Sorry 是Simon 為什麼大家當是神地擺呢 然後Simon還搞笑 跟你算每一個口罩多少錢 加上運費怎樣怎樣 然後就看 咦 其實都是有限錢而已 他那10萬個口罩 其實你10萬個口罩 你不是成10萬 你因為一盒50個 你承開其實不是多錢 但他就看到陳健波 我們立法會議員陳健波 他那個立僑保險 我不記得立僑保險 我記得我聽過立僑保險 但我不記得他好像不是主力做人秀那邊 他主力是做其他人秀的 他就說那邊捐了一整 用一百萬買了機器 是讓香港可以自己生產 口罩 另外就是捐了一千萬出來 相對於何彈的口罩 相對於何彈的那10萬個口罩 根本就是蚊比和牛比 但別人只是接受訪問事 說 但他們沒有鋪天蓋去宣傳 老實說 他捐了一千萬 其實他是有資格去賣廣告 鋪天蓋去賣廣告 你想想 他不是說政府有很多錢 他是一個私人機構 另外有些商會的公司 即是商人的群組 他們都說他們買機器去生產口罩 他們主要在北極城館 主要是派給一些醫護 還有老人家 等他們買不起的老人家 他們都不打算收錢 你想想 為什麼沒有人去讚揚他們 或者沒有人看他們正在做事 連工年會他自己都有做事 他剛剛已經搞定了一個 和別人談好了一個叫無塵的廠房 他機器已經在裝著 好像 我不記得是今個禮拜還是未來 剛剛客人 即是今個禮拜就開始投入生產 他都說 預計可能一個月十萬個 但之後 自動化之後 可能一天十萬個 你看到他們正在做事 是為香港使用的 但是沒有人 即是不要說讚揚 是沒有人 連報道他們的美視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經常都會提一提其他 雖實我自己的頻道沒有人看 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從他們那邊 拿多些資訊 這樣看清楚 究竟哪些人是真的對你們好 哪些人真的 就是吹水不用本 其實我看到有很多 建制派 很多 就是愛香港的人士 真是愛香港那個 不是那些偽愛香港那些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有些就是不多 真的不多 因為你要知道 有些是集合 真是純粹集合 市民的力量是不多 我那次送口罩的時候 那個區議員也是 他做了很多 你想想他給了一個地點 就是大家收集口罩 接著又等人登記 去抽 接著就叫街坊來拿口罩 其實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們都沒有嫌棄的 或者他們不停地聯絡人 或者其他人 因為你知道 如果抽中他 我要聯絡他 要教他來 怎樣拿 幾點接幾點 你最少有一個人 是不停地打電話的 你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你見到一些議員助理 議員是沒有說 做了那麼多事情 即是不要說嫌棄 有時我們會的 做上班辦公室 我們會的 咦 為什麼老闆接了這些事情 不接就不用多做那麼多 即是會的 但他們都沒有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都是為了香港好 這個都是為了市民的福祉 那為什麼有些區議員 或者甚至立法高議員 還在搞事呢 因為我剛才看到一段影片 是直播的 是三點幾 還是四點九 就是直播的 嘩 我終於見到巫婆了 她躲起來了 我終於見到巫婆了 應該是巫婆吧 她的計算也很容易認 就看到她們 就在長沙華 是不是長沙華還是深水埗的頭 因為我不知道 她好像說她走去李正屋那邊 即是長沙華深水埗的頭 即是中間那一條 那個隔位 這樣就聚集 接著就說要遊行 她就是懂得叫警方黑仔 叫警方黑仔 原因就是她們想 她們是反對 說將診所變成一些 即是那些 叫做 治療那些 疫症還是檢測疫症那些地方 她們又在那裡吵 不知為什麼在那裡吵 我看到對面案的那些 就在那裡不斷罵她 即是罵她們 就是罵她們 就是罵她們的 當然是覺得她們搞亂香港 那她們這邊 毛婆這邊 就是寫到香港獨立 又是那些什麼 時代革命 那些 總之又寫到這些 但是 不斷被對面案不斷罵她們 當她們 她們又不敢出聲 這個時候就不敢出聲 因為是市民 但是當她們對著警察 那些記者 即是我不知道那些什麼記者 那些記者 因為你看到的 因為那個記者是拍著前面那些記者 那些所謂記者 就是不停地用粗口罵警察 就說你們是狗呀 你們戴什麼口罩呀 狗都需要戴口罩嗎 就是你們 驚染肺炎的什麼什麼 就是不停地說她們 很難聽 真的很難聽 就是我覺得 戴口罩 是免得你的口水到處飛 就算我自己 看到她們 平時不戴口罩 就戴口罩 我不想你的口水飛到我臉上 你知道了 蠢是會傳染的 誰知會不會傳染了白癡病毒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 但是也不無事實 所以我覺得 他們叫警方克制的時候 但是他們不停地挑釁警方 那你要怎樣呢 是不是 就是 這些就是說 什麼福利都為自己去爭取 這些人會 為香港去爭取什麼 你想一下 他們只顧著自己的好處 就是難聽這些說過 他們去朋友的福利都不會爭取 更何況是你不認識的香港人 就是 是啊 大家都在身上香港 但是我不會認識你 是不是 我就是會為我自己 他們的心態就是 我就是會為我自己 為我自己的小朋友爭取 人家的小朋友隔壁屋認識 就是 或者他死了 更何況你那些到處 不認識那些閒人 所以大家提清楚 真是誰是為你好大 真是很明顯地 建制派是宣傳不足 就是他們就是 好像一些 做了好事又 又不懂宣傳的人 但是問題是 大家是不懂去欣賞 或者細心聽別人的好 大家就是懂得 普天蓋利那些 難聽這些說句 做了好事普天蓋利 這些 都不是真的 好 好 即是叫做好人 所以 有時候 我都不想說 我做了什麼事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希望 大家 真的 我希望我這樣告訴大家 可能我捐了口罩 等等 其實我 以我性格 我不想告訴別人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 我做了 大家都可以做 希望我自己 希望做一個小小的火車頭 未必拉得動 大家 但是希望告訴大家 有天會做這些事情 大家可能 有個小羊群心理 就慢慢跟著去做 或者大家一起去做 我今次收集簽名也是 我不會覺得我收集不多 但是我希望我做了這件事 就算人做不多 希望刺激到一些 真的有人手救的 我們脫藍營 或者我們這邊的人 刺激到一些人手救的 或者他們真的有些科技的 像上次醫護罷工 他們都做到一個網上連署 我都希望可以刺激到他們 讓他們積極地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我是做不到任何事情 我又不懂電腦 所以就希望做一個小小的 叫做若隱仔 希望可以引發到多些連串的爆炸 今次就到這裏 拜拜